大家好,我是森林娜律师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美国华盛顿州美国之路EB5 投资移民诈骗 2017年的1月 43岁的路上达吉 对两项联邦重罪认罪 承认他欺骗了移民投资人 联邦监管机构和机构投资人 2017年的8月4日 路上达吉逼西雅图联邦对决法院 判斥四年监禁 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 路上达吉同意向投资人支付 2400万美元的赔偿金 在2012年至2015年期间 路上达吉招募海外投资人 为两个开发项目提供资金 一个位于华盛顿州 艾弗雷特 被称为美国之路 龙茂市场 另一个位于西雅图 比尔伦附近 被称为布达拉宫 路上达吉通过 1.5投资移民计划 推广这些项目 路上达吉向移民投资人 和美国移民局表示 他按照1.5投资移民计划要求 将所有的投资款 用于艾弗雷特和西雅图的项目 然而与他的承诺相反 路上达吉将数千万美元的投资款 用于布维E.5投资移民计划所允许 且未向投资人披露用途 路上达吉将1,150万美元的投资款 用于支付销售费用 包括向亚洲的经纪人支付的销售佣金 投资款还必用于奢侈的饮食 昂贵的礼物和在赌场提取现金 以及为路上达吉的商业伙伴 购买价值140万美元的住宅 路上达吉从该项目中提取了 超过一千万美元 用于他的奢华的生活 包括他购买了价值250万美元的豪宅 此外 路上达吉告诉投资人和美国政府 他将自筹3250万美元 用于这些项目 但路上达吉承认他 没有为这些项目提供任何资金 路上达吉的欺诈行为 导致1.5投资移民项目资金 短期数千万美元 路上达吉试图通过使用伪造的银行的对账单 获得2500万美元的建设贷款 并通过使用更改的财务报表 从私人机构投资者 那里获得6000万美元的额外资金 来填补这些缺口 在被路上达吉诈骗的 280亿名外国投资人中 没有人在美国获得 永久居留身份 也就是美国内卡 一些人写信给法庭 解释路上达吉的行为 所造成的损害 为了给孩子们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学籍环境 我们卖掉了唯一的房产 为美国EB5投资移民项目积累资金 路上的行为 毁掉了我们移民的梦想 许多像我这样的年轻投资者 不得不大幅的改变他们的人生的道路 一些成年人在没有完成大学学位的情况下 逼迫返回中国 因为被告人的违法行为 导致我们的生活在恐惧中 遭受巨大的精神的伤害 因为我们的生活随时可能被取消 我老婆吓得不敢借邮件 怕收到遣返通知 美国移民局的代理局长 James Mekka-Menton说 达吉先生的知识贪婪 两次抢劫了他的投资者 也为他募述了他们的资金 并危及了他们在美国未来的生活的梦想 感谢我们的知法合作伙伴 他们帮助在此案中身上正义 并维护1B5计划的完整性 好 谢谢